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 报告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向你问好 今天是2022年9月20号 星期二奴隶8月25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加拿大将拥有5000万人口 杜鲁多在伦敦酒店长歌 路径防疫政策月底到期 波林顿扑杀两只胶囊 多伦多6名男子连到21家店 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将受重大冲击 够火车公交将启用新系统 女童在公园遭冲偶要伤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加拿大将拥有5000万人口 去年加拿大新增了40万永久居民 加拿大的移民水平 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预测 以目前的移民水平推测 到2041年 加拿大将拥有多大5000万人口 这是1980年加拿大人口的两倍 这也意味着在19年中 我们将拥有1300万人 超过现在整个加拿大西部的1100万人口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如果加拿大目前的低出生率和高移民模式继续下去 到2041年我们一半的人将是移民或移民的孩子 加拿大已经是发达国家中 种族差异之性最强的国家之一 并且这趋势将继续下去 到2041年 预计有多大40%的加拿大人口将是非白人 正如现在一样 安省将获得新移民的最大一部分 到2041年安省将有超过600万新移民 人口增加到2100万 结果是到2041年安省的人口数量将超过荷兰人 与此同时阿省和比西省分别增加超过200万 然而在高增长的情况下 奎省将仅增加150万 即使加拿大增加了如此多的新移民 但很少有人会去大西洋省分 该地区的部分地区 仍准备经历人口静止下降 即使在最乐观的增长情境中 牛市的人口到2041年也将减少1.1万人 在2016年的人口普查时 加拿大有100万元住民 到2041年 这一数字可能高达180万 有两个因素推动了这一激增 土著社区的出生率普遍偏高 更多的加拿大人被认定是土著居民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趋势几乎无处不在 到2041年 萨省和曼省都可以将其1%的人口视为土著 杜鲁多在伦敦酒店唱歌 与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在周一举行 以杜鲁多为首的加拿大代表团 已经抵达英国伦敦参加葬礼 而就在葬礼举行前 社交媒体上出现了杜鲁多在酒店大堂唱歌的视频 引发了关注和讨论 发布这提到 这是在伦敦The Savvy酒店拍摄的视频显示 杜鲁多站在钢琴旁唱着歌 还有一个人在弹奏钢琴给他伴手 据报道 总理办公室局发言人已经确认这段视频 的确是杜鲁多自行在伦敦市所拍的 周六晚餐过后 总理加入了加拿大代表团成员的小城聚会 大家聚集在一起 向女王陛下毕生的服务致敬 发言人还表示 当时是代表团成员中的魁省音乐家查尔斯 在酒店大堂弹钢琴 包括杜鲁多在内的其他代表团成员加入唱歌 过去十天 总理参加了不同活动来向女王致敬 整个代表团都参加了葬礼仪式 另据报道 这场活动持续了两个小时 54岁的钢琴家查尔斯表示 这个活动让人想起加勒比海地区的葬礼仪式 那里的人们都是以这种形式来庆祝一个人的一生和过往的回忆故事 路径防疫政策越低到起 现在路径加拿大需要填系 RI5CNN 未来会有旅客资源填系 虽然交通部长对该应用城市的未来发展说法模糊 但内部消息人士透露 他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非必须 而其他措施可能会被完全取消 甚至在机场飞机或火车上 强制带口制的措施也可能很快结束 为透露新闻的消息人士证实 部长们将很快开会讨论提案 该提案可能会取消目前 要求乘客全面接种新冠疫苗的要求 以及在全国四个机场重新引路的随机检测 海关人员的工会发声明指 技术有它的位置 但它应该被用来帮助旅客和协助支援 并非阻碍他们 遗憾的是 按照这个标准 RI5CNN不起作用 声明又提到 RI5CNN对母校人员来说难以使用 是旅客到达的程序更复杂 并且极易受到网络中断和技术错误的影响 还有部分未接种疫苗的人士长期被禁止进入加拿大 加上目前需强制检测和到加拿大后隔离14天 不少人避免旅行 目前边境防疫措施将在北月13日到期 波林顶扑杀两只蛟狼 由于近期频繁出现蛟狼咬人事件 波林顶市政府表示 已经扑杀了两只有受害者确认的蛟狼 现在还在寻找第三只 近几周期间 当地发生了七七蛟狼无端袭击人的事件 政府表示 工作人员已经向安省自然资源和林页厅专家做了汇报 专家们认为 这些蛟狼由于人们给它喂食 已经习惯于把人类作为一种食物来源 目前市政府还在寻找第三只蛟狼 据描述 这是一只沙色的小型蛟狼 于9月10日和9月17日发生了两起袭击时间 受害者的描述一致 有关部门正在追踪这些蛟狼 并提醒居民不要介入政府的制法 多伦多六名男子连到21家店 约翼西警局第四区刑事调查局的调查人员 逮捕并指控了六人 他们与约翼西区21家商店的盗窃有关 设计商品价值超过21000元 上周二 9月13日 四名男子试图从Berry的一家五金店盗窃价值6000元的烟雾探测器 被警方抓获 约翼西警察还在嫌疑人身上发现了可可因 海洛银和甲洁别名案 第二天 警方对多伦多的一处住宅执行了搜查令 逮捕了另外两名嫌疑人 总共提出47项指控 结束了六人围棋十个月的犯罪狂查 警察还查获了一辆被盗的油耗货车 电动工具 水龙头和其他价值约15000元的家用配件 另外警察还查获了五颗海洛银 两颗可可可因 警方称 该组织可能与皮尔区 河顿区和多伦多市的21起商店道歉案有关 调查仍在进行中 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将受重大冲击 近日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Corea公布了8月份房市的统计数据 8月份 全国房屋销售量相比去年下降了24.7% 比7月份下降了1% 虽然这是房屋销售连续第六月下降 但8月份的降幅是这六月中的最小一次 加拿大房地产市场在伴随着洋行五次加息之后 刚刚经历了一次重大冲击 虽然从8月份的数据来看 似乎一些地区表现出比7月份越好的反弹势头 但经济学家表示 更大的风险将出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 目前的房地产销售并不能真实反映 已经加息之后的市场表 因为大部分人的贷款都是在几个月之前进行预批的 而当现在的贷款利率真实作用于买家身上时 市场将会感受到更大的冲击 在加拿大 当借款人申请抵押贷款时他们会获得一种叫做预批的贷款产品 这样允许贷款人在购买房屋之前就锁定更为优惠的利率 锁定的预批利率通常会给买家90到120天的利率保护 对于买家来说让他们的购买力不会每天波动 这是一种变相促进的市场行为 因为现阶段的很多房屋销售仍然是受到低利率的激励 然而随着利率飙升和房价下降 这就会使得买家和融资机构在预批利率锁定期结束时做出一个评估 究竟这个房价下降的速度值不值得再露出是方式 很多潜在的买家在洋行紧缩货币大潮之前就赢获得预批利率 同时也考虑到10%到20%的房屋折扣 这对于大部分买家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毕竟这些便宜的贷款利率已经不复存在 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都不可能看到 这使得很多买家仍然会考虑进入市场 相比市场的动力更大的威胁仍然是加息 加拿大洋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在今年上半年时 还曾经将目标设定在3.25% 现如今已经达到 但洋行的加息不好 最乎并没有停止 加拿大洋行为了应对高通账的风险 可能会继续紧缩货币的认识 甚至不惜以经济方法衰退为代价 来降低通胀水平 购火车公交启用新系统 从今年秋天开始 Metralinux公司将启用新系统 来应对逃票问题 该新系统将对搭乘购火车 公共交通等工具的乘客进行查票 若被发现逃票 罚款较有此前大幅提高 在新系统规定下 被发现初次逃票者 要交当35元罚款 第二次未买票的乘客将被罚50元 第三次需要罚100元 被发现逃票四次会议上证 每次罚金都将大幅上证至200元 而且按照规定 这里严重违规者还会收到传票 并且需要出庭 一旦被定罪 罚金将高达5000元 这个新办法是为了管理有关逃票的行为 更确保Metralinux能够弥补逊识的收益 同时确保那些随属规定的乘客的工程 这项新系统将于2022年10月10日开始成效 女童儿童遭宠物狗咬伤 近日 约克区一家人在社区公园闲逛时发生意外 七岁女童遭到一只宠物狗咬伤 受到严重的惊讶 根据报道 事发当天 Aurora七岁的Eva在父亲的陪同下 在他最喜欢的James Lady的公园晚上 当时公园里有一些人正在和两只没有拥身的宠物狗 扔球玩游戏 Eva认得其中一只狗 另外一只身上有黑点的大骨从来没有见过 他的注意力被吸引了过去 就在这时 那只大骨突然扑向他 Eva的大腿被咬了一口 Eva开始尖叫和大哭 他对很多东西都有过敏 当场就开始出现呼吸困难 在骚动中 那只骨的主人告诉Eva的父亲 他们对此改道很保险 然后又消失不见了 在医院 医生告诉他有两个选择 找到这只骨 并确保他接种了狂犬疫苗 如果这只骨未接种 或在24小时内找不到他 那么需要在接下来的两周内 接受一系列的注释 会为狂犬疫苗暴露后的预防处置 现在Eva的Mama正在呼吁 公共卫生或动物管理部门 投入更多资源 为宠物主人提供更好的教育 宠物的父母 不仅应该接受有关宠物行为 和如何对待他们的培训 还应该学习适用的法律 就像我们获得驾照一样 汇率和天气预报 9月20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28.5元人民币 明天9月21号的天气预报 泰华12度到21度 雨转多云 多年多14度到25度 雷震雨 温哥华12度到25度 晴 魁北克12度到17度 扫云 哈尔加里3度到17度 晴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 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